印尼从以色列等国购买间谍软件 大社国际周氏披露 自2017年以来 印尼安全部门从以色列等国购买了一系列监控软件 这些软件被用来对付印尼的反对者、媒体和活动人士 当法新社联系印尼通讯与信息部、国家警察和印尼国家安全局时 他们没有立即做出反应 据以色列国土报援引以色列安全人士的话报道 出售Pegasus间谍软件的以色列NSO集团公司 在印尼不再有任何合同 这家以色列公司应参与侵犯人权 而于2021年受到美国的制裁